今天我们来到了黄庭广场的 黄康香港大饭店 在明家鞋的直播间 抢到了三张圈 今天我们来打开一下 他们出名的新品 流火奶茶 龙虾星空会饭 腹腹汉堡 看一下它的口味口感怎么样 它是在这个美团上排名榜 会长中心附近的 粤港菜第一名 我们来到的时候需要排队 但是只排了一小会 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 排号太多了 请走 美食大积密 来我们这个就已经上了 这叫芝士腹腹汉堡 它上天插了一根仙子 主要里面的汉堡肉做的 然后呢这个面包皮呢 它们不是黑豆做的 它们是黑豆 里面的肉的话 有牛肉 还有番茄跟洋葱片 上面呢撒的应该是 呃面包酥 拿过的面包酥 嗯 因为是肉皮 我们给它造成一种 感觉来 淋点这个芝士饺 你看 奶浪芝士饺 我还闻到淡淡的奶油味 那看起来有点像 八分熟的样子 很好 那里有酸黄瓜 很好吃哦 我觉得这个没有彩的 真的很好吃 有那种美食汉堡的味道 它里面的酸黄瓜 搭配这个 葡萎酸的番茄 甜度刚刚好 解腻啊 贼解腻 大家看 它这个露奶花啊 我们摄影师小姐姐清点的 种种的比那个 明星榜达的面子要大很多 嗯 要大一圈 我们看 它上面的奶 奶像四溢 就很像拿个洗碗过来洗一下 它的边边炒得很酥啊 这个面包里面的蛋味不会很浓 但是我能吃出有咸黄油的味道 可以这个面包更难吗 整体吃起来是偏咸的 外面是稍微酥脆的 酥脆的 不至于很干 它有各种 很好 没见见 好朋友小房 这是他们的新品 牛油果新品哦 上面是这个 冬果的牛油果果汁 下面呢 是加了奶茶的牛油果奶昔 类似于丁沙的奶昔 很清新 里面有那种 微甜的牛油果肉 牛油果肉还是足足的 它这个面容化是要硬的时间 大家知道这个 龙虾 星空会饭是怎么做的吗 我个人 呃 乌色是这个饭的蓝色 是用那种黏豆花 它煮的汁水去煲的饭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鸡菇类的 然后龙虾的话 应该是那种 烘培过的龙虾 它的龙虾呢 其实不大 看到没有 就是半只龙虾 它龙虾不大 你看就这么一滴小多肉 头部的话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黄之类的 看一下 对 这种炙烤过的 这是虾头 就是高黄 日高吧 哇 好香的那种高甜的味道 嗯 它里面不像那种冰冻的 就像是鲜龙虾的味道一样 肉汁呢 是比较紧实 带汁水的 特别它的高特高鲫 吃起来能够吃到虾糕的味道 它很香很香 但是它没有啥什么芝士的色 它只是啥一些酱汁 但是足以吃出它那种很鲜的味道 就来看一下这好吃的 你也是烤过的 它的饭基本上没有什么褥色 褥色是这个蓝香 蓝香好吃 它也没有味道 不够甜 不够香 它只是蓝色 对 这一盘菜的话 这盘会饭的话 重点就是这个龙虾 我觉得 只是看起来的话 饭会比较好吃的样子 大虾液面 脆面 它的虾呢 确实是新香 非常新鲜的虾 上面的炙烤 它也是像通过那种铁板烧啊 这个虾烫熟的 这盘意面的话呢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虾的味道 还有这个瓜的味道 那它这个应该是撒了一些牛油果的那种酱汁啊 去炒出意面 所以呢 这个意面的话吃起来 它的味道是比较滑稠的 并没有很清新的 比如说像一个 炒料味啊 或是香草味 并没有 所以很多人他喜欢这种的混淆味 也没有加一些奶酪 所以吃起来好像没有味道 就跟这个饭一样 这个瓜这个虾 比较喜欢是因为瓜 吃出它自己原本自带的 辛辛的味道 还有虾的这种鲜味 这个意面的话呢 感觉好像不够咸呢 这个口感的话 我比较喜欢近一点的口味 这个聊清饭的口味道 冬日记总评 咱们这餐吃下来的话 瀑布汉堡 还有露奶花 是香多多比较推荐点的 至于新品牛油果系列 牛油果奶茶还不错 但是牛油果意面就不行了 龙霄新工会饭也一般般 口味有些还有待改善 整体评分给个3.9分哦 喜欢我们的朋友